大家好 紅豆、黑豆、綠豆 是我們日常中非常普通的一些豆類 我會經常拿來煮粥、煲湯吃 但是這三種豆哪一種更有營養呢? 今天這個視頻就來給大家詳細的講解一下 先來說說黑豆 黑豆號稱豆中豬王 蛋白致含量是牛肉、雞肉、豬肉的兩倍多 並且黑豆蛋白質的氨基酸組成和動物蛋白非常相似 很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 而且像黑豆具有的花青素 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效果 可以延緩身體的衰老 而且還有補氣補腎的輔助作用 建議大家在秋冬季節的時候呢 把黑豆作為滋補的一個食物來食用 可以煮粥、打豆漿、包湯來喝 對身體有很大的好處 再來說說紅豆 紅豆性貧 有健脾養胃 濾水除濕 不去血的輔助作用 紅豆所含的甲鹽素和造腳肝 可以改善因為各種不適 是引起的身體水腫問題 也可以緩解 因天氣或者環境帶來的濕氣重的情況 紅豆在吃的時候呢 最好搭配上一點薏仁來煮水喝 特別適合乙季或者是煤衣季節的時候 最後就是綠豆啦 現在天氣燃熱 相信很多人都喜歡包綠豆湯喝 綠豆湯能夠解暑補水 因為天氣燃熱 人體體內的水分通過汗流流失過多 像這些汗液流失過多 體內的甲鈉也會隨著流失 身體就會出現疲勞 沒精神等等一些症狀 而綠豆湯呢 就能夠很好的為人體補充甲鈉電解質 所以說綠豆湯是最適合夏天飲用的湯品啦 紅豆、黑豆、綠豆這三種豆類 各有各的特點和一樣成分 可以根據不同的季節來使用不同的豆類 可以讓它的營養成分和作用最大程度的得到發揮 這樣一來對身體也更加有益處 好啦,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啦 朋友們還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議嗎? 歡迎在下方評論留言告訴我 感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期再見